慢性肠炎能自愈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樊林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浦外科主人医师 慢性肠炎 实际上肠炎的这样的一个诊断 是非常笼统的 我们可以把肠炎专业上分成很多类 那么是否慢性肠炎会自愈呢 这个要看具体是哪一类 比如说我们说的溃洋性的结肠炎 那么这种自愈的可能性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需要我们去做治疗 那么很多的比如说克隆文病 它还有自身免疫性的一些肠病 那么这些病呢 自愈的可能性呢都相对的比较低 那么对于这样一类的病人呢 我们还是建议去及时的就诊 及时的治疗 就是比如说短期的急性的肠炎 都是慢性的肠炎 基本上没有太好的自愈的可能性 慢性呢它周期会比较长 一般都会持续三个月半年以上 那么对于急性的 它很快就能够痊愈 一般一个月以内是没问题的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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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